我們接著來介紹這個自我對準 Celtro-Lintern的雙重國外化大多邊緣的技術 它其實用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叫做間隙密的做法 這個做法呢很用到一個觀念 就是薄墨沉積的很重要特性稱之為間隙覆蓋用 這部分不會在化學氣象沉積的時候提到 我們一般所謂的薄墨沉積 如果是在坦的平面上的話 沉積就是沉積 沉積的厚度就到處都是這個厚度 可是如果今天你沉積在一個高高低低的圖案上面的話 你的薄墨沉積會長什麼樣子 這時候就來了 如果今天你的圖案是這樣子 有一個大歪在這裡 你今天要沉積一個薄墨 沉積不過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用物理的方法稱作為物理氣象沉積 一個叫化學的方法就是化學氣象沉積 而化學氣象沉積跟物理氣象沉積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在於什麼 側面的後路 如果今天你的薄墨沉積是一個原子一個原子的 直接的 就像玩魔術方塊的沉積下來 假設化學氣象沉積就是原子的堆積 如果所有的原子堆積都是直直的堆積下來 直直的堆積下來 那這會用最後沉積的薄墨長什麼樣 是不是就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就是這樣 如果是 如果你腦中的薄墨沉積是這種 原子直接下來可以 那沉積出來的薄墨是不是就是 這樣子 那側面是不是就應該是 完全沒有 可是實際上他會真的完全這麼直直的跑下來嗎 他總是會 總是會飄移啊 就好像你投球 你投尺球最後還是會這樣 還是會彎曲 所以側面或多或少還是會有一個薄墨 還是會有薄墨 只是這個薄墨相較於他來講會很薄很薄很薄 這就是物理氣象沉積的特點 因為他等於是利用什麼 他等於是將你的沉積物 你想要沉積的沉積物 你變成氣態 變成氣態之後呢 然後接著呢 附著到晶圓表面上 晶圓是倒溜著方在上放 然後呢 蒸氣這樣子上去 塗上去了 塗上去了 就好像怎樣呢 你去做 保養臉部有沒有 用蒸氣來這樣 敷臉 那是怎樣呢 你的臉部 突出來的地方就會被附到 可是如果有 嘩嘩滴滴的地方 那他側面 比如說鼻子 鼻子的側翼 覆蓋到的 跟整個面皮 它的面皮比較起來 側面的地方 覆蓋的就會比較少 平面的地方就會覆蓋的比較少 這是物理氣象沉積的特點 那如果建議這化學氣象沉積呢 化學氣象沉積的機制是什麼 化學沉積的機制是 你要沉積的物體 它的原子是怎樣呢 它的原子 先是吸附在表面 然後移動 A原子 B原子 成在表格之後移動 然後呢 接著在表面 發生化學反應 形成 AB分子 這樣子留下來 所以呢 你的 沉積物體 它在原子狀態 或分狀態的時候 它是會在表面移動的 所以它側面也會移動 也會移動 然後最後形成出來的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均勻的 也就是說側面的厚度 側面的厚度 跟平坦能面的厚度 幾乎是差不多的 這是化學氣象沉積的特點 而這個特點的好處 就可以做我們剛剛要做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今天有一個圖外線石刻出來的 然後接著使用 它們的化學氣象沉積 形成的骨末 而這個骨末側面的厚度 跟平坦區的厚度一樣 接著我開始使用石刻 石刻 後面會介紹到 石刻大致上可以分為 乾式石刻跟濕式石刻 所謂濕式石刻 就是放到化學容易裡面去 而放到化學容易裡面去 只要放到化學容易地方 全部都被石刻掉 它是個 等向性石刻 那乾式石刻是什麼呢 乾式石刻是使用氣 你的石刻來源是氣氮 那通常會把氣氮 再兩大離子化變成離子 變成離子之後呢 你用電廠加速 造成離子 造成什麼呢 離子去轟擊原子 或是轟擊分子 把它轟擊轟擊量 這種做法 所以乾式石刻這種做法呢 它可以很石刻的 很有方向性 就好像拿東西往下敲 就好像那個雕刻 雕刻那個石像一樣 就直接敲敲敲敲敲 所以在石刻的過程中 因為它有方向性 它是非等向性石刻 我可以控制它完全就是 就是下下石刻 只要在我往下的過程中 我都是靠離子轟擊 離子是很大的代變離子 很大顆的代變離子 往下砸 往下撞 往下敲 它就把它敲掉 敲掉敲掉敲掉 所以它就會平平的 一直變薄 同樣的深度 它其實石刻就是 往下石刻同樣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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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直石刻石刻石刻 可是當你石刻平台裡面 都石刻完之後 請問側臂會不會完全石刻完嗎 這個厚度等於這個厚度等於這個厚度 但是這個厚度也不會等於這個厚度 沒有 所以代表說我這個厚度 把它石刻完的時候 我側臂的地方 這個地方你石刻到很難去的 可是我側臂的地方 還會留下 留下這個材料 因為我是單純的向下石刻 所以最後石刻出來的結果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平安的地方吃乾淨了 平安的地方吃乾淨了 可是在側臂的地方 那就是在沉積的時候 側臂的地方的總過度是最厚的 所以他在石刻完平探區的時候 側臂區並沒有完全被石刻掉 結果留下這個 這個東西這樣 這個稱之為spacium 這個稱之為spacium 尖吸壁 這個sign wall spacium 側臂的 就是利用這個技術 他怎麼做呢 來回過頭啦 我們來看 他的做法是這樣 我最終的目的是要圖外畫這麼密的圖外面 可是他 我們前面講過 你的圖外面的解析度就會比較差 所以呢 他不是曝光這麼密的紅色圖外 他是先做怎樣呢 他是先曝 綠色這個圖外 綠色這個圖外形成之後呢 再做我們單純 我沉積一個絕圓層 用cpt 大學向前去做 然後在石刻下來 就有出現兩個間隙幣 所以每一個圖外會產生左右各一個間隙幣 每一個圖外會產生兩個spacer 一個圖外會產生兩個spacer 然後呢 再把中間這個圖外的材料給石刻掉 變成這個樣子 而這個絕圓層 他就可以拿來當做石刻阻擋層 我再直接石刻下去 有這個spacer的地方呢 就可以擋住石刻 沒有spacer的地方就會吃掉 黃色的這一個阻擋層就會被吃掉 阻擋層吃掉之後呢 剩下這個黃色的就是更硬的石刻阻擋層 然後再往下去石刻 就會石刻出黃色這個 所以紅色這個密度 比當初綠色這個密度還要密 還要密 還要密 而他這種做法就是這種 而這種做法可以看到 整個曝光過程只有不一次而已 只用到一次曝光 只用到一次曝光 只是這一次曝光的形狀呢 最後可以產生兩個間隙幣 這兩個間隙幣就可以產生兩個圖外 這兩個圖外 這兩個圖外吃下來就留下兩根出來 留下兩根出來 對 所以你會看到 你的光照上的國外是比較心疏的 可是你的最後程度還是比較密集的 這種做法 基本上在公司沒有任何用 不然我買那麼多錢 買那麼多錢 買那麼好的機台 請多多工程是幹嘛 我就希望你給我一次做成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能夠一次付出這樣是最好的 除非做不到的才敢做過 所以一般都會使用 直接一次到位做 什麼時候才會分兩次十顆呢 分兩次十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地方呢 我們先回過過來 剛剛的Sendlight層是什麼 我們先創造一個圖外 平板圖外上面先露出這個 黑色的這一條就是剛剛白板上畫的 立起來的那根 立起來的這一根 這個是凸起來的材料 凸起來的凸起來 凸起來 接著我們整片層積CD 化學機箱指定全程 十顆出來之後 整個全程 十顆下去之後 中間凸起來的地方 兩側形成 sp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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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著再把綠色的 中間的主管給十顆掉 對十顆掉之後 就留下這個紅色的 再撕下去 就會變成 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的形狀 這就搭到了很密的圖外 剛剛的黑色是比較稀疏的圖外 到這種橘色就是很密集的圖外 這是TOMU 你要看嗎 然後呢 整個電路當中 整個機器電路當中 原間密度最密集的是SRAM 是 機體 是靜態的機體 不是DRAM 是SRAM 因為DRAM通常是外加的 不會放在裡面起座 會跟整個機體丟在一起的通常是SRAM 而SRAM的圖外 就是需要很多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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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雜疾 可是雜疾跟雜疾之間 是沒有連結的 是要斷掉的 因為它是不同的inverter 不同的inverter 要斷掉 所以呢 inverter 最後的圖外會長這樣 每一個雜疾 這個雜疾 這裡面可能有什麼呢 它是一個雜疾 也有可能是A2 Ridge 它裡面就是一根裡面同時有NOP 每一個裡面同時有NOP 可是呢 每一根跟每一根之間要斷掉 根據我們之前的做法 在尺寸還很大之前 我們都希望一根圖外 同時就鋪出 鋪完整個方式 在以前尺寸還沒有人成效的時候 這個圖外要完成就是怎樣呢 光照就直接是這個圖外 鋪完框十顆環就長這個圖外在最後 可是現在在微小化的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到怎樣呢 這個圖外太密集了 密集到我的人 解析度可能不好 怎麼辦呢 你會看到 這條直線到這邊又要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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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這圖外 解析度不好 於是它怎麼做呢 它分兩隻做 我第一次先鋪一整條直的 鋪一條完全直的 跟半根半根這樣的 誰會比較好 但是整條直的 它的解析度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圖外越單純 解析度會越好 圖外越複雜 解析度就會越廣 所以如果要鋪成這樣的圖外呢 通常會分兩步驟 哪兩步驟呢 第一步驟先全部 鋪成直的 然後鋪第一次 先鋪出全部都是直的 就像這樣子 先把第一個全部都直的 吃出來 接著要斷掉的地方呢 再鋪第二次黃瓜 第二次黃瓜 用的光照就長這樣 要斷掉的地方 光用過去把光煮鋪掉 到時候就可以直接把它吃斷了 要斷掉的地方 就把它變成白的 要保留的地方就是不透光的 熱精度在這邊 然後鋪完工之後就去10顆 所以這個地方 剛剛的地方 只要是有 顏色的地方就被吃斷了 所以這個鋪完工10顆下去之後 配上這個圖外 接著橫向吃斷 就長這樣 就長這樣 所以這個圖外 是先複直的 再複橫的 鋪完盒的把它吃掉 鋪完盒的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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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業界真正在使用的 大部分變成你的技術 這個就是 現在真的有在用的大部分變成 而前面講的 顧第一次再顧第二次 如果都是同樣的方向 然後不是不同的間區的話 剛剛講過 你反而會多兩倍的 曝光霧差 會有兩倍的對準霧差 划不來 可是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的霧差 跟固執的橫向霧差是 是兩不同維度的 是不同的 那我反而要開號 所以 基本上業界在使用的 大部分配的 也是使用上這種 就是 直的跟橫的 它可以登開 可以解決 變成怎樣呢 直的的 水平誤差 就一次而已 就不會有分量 水平的會有水平的 然後呢 課本還提到一個 叫做靈軸光照 這地方我們拿掉 因為它主要是 跟光學系統的改善 那這部分大家自己看 書上就會有 因為 畢竟各位 將來不是專門在做 光學的 對我們 固態電子來講 我們是拿來使用的 會拿來應用 了解到它的基本原因就可以了 靈軸光照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 好 所以這地方我們就介紹了 PSM 就是Face Shoot Mask 就是下位影光照 第二個我們介紹了 OBC 就是要修圖案 因為會散射 要減少它的光的繞射行為 大家介紹光的繞射行為 或者說 要把光的繞射行為 考慮進來 來畫光照 這叫做OBC 好 那第三個我們就介紹的是 淨濫式 淨濫式的工藝系統 Inversion Mode 第四個就是 Double Pay 就是一個圖案 我可以分 兩次完成 這兩次完成的密度 可以比較 光照上的突然密度 會比較稀疏一點 沒有那麼密集 因為越密集的解析度會越差 這樣子 那接著呢 其他的曝光技術還有什麼呢 其他的曝光技術還包含了 其他的曝光技術還包含了 就是現在在用 那他有一些奈米壓抑為 這基本上沒有用在VLSR 可能用在其他產業前 但是VLSR沒有在用這個 因為這就像我前面講的 他就像蓋章一樣 蓋章 每蓋一次張就是一個圖案 每蓋一次張就是一個圖案 只是在圖案上的形狀 尺寸 是奈米等級的 這樣子 那大公佩命呢 你們介紹過 極紫外光 他的波長只有3.5Nm 而 極紫外光的波長 基本上限於紫外線跟X-ray之間 X-ray的波長就小到接近1Nm 小到1Nm 使用極紫外光有一個很大的訊息就是什麼 因為波長很軟 他很接近X-ray 極紫外光很接近X-ray 為什麼呢 他光的透霧 他光的穿透力很強 他的輻射強度 他的穿透力太強了 使得怎樣呢 你的光照要特別設計 因為穿透力太強 你的光照萬一無法擋住光的話 那光照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光照上的層 就必須要你光擋住 極紫外光 所以呢 就需要有很多層 MOSI 前面講過 MOSI 是一個可以吸收光的東西 他的透光率只有20% 所以我們的希望利用 許多MOSI 來降低 極紫外光的強度 以及怎樣呢 不想要被透光的地方呢 我們還 還沉浸什麼東西 反送整 吸收層 跟抗反射層 來避免怎樣呢 避免不可以透光的部分 機子外的話 不要透過去 那透過去的地方呢 不要再 不要再反折 這個反射回來 就這樣 所以 你會發現到 使用不同的光源 光照的 光照的組成 你會跟著改變 因為光照最主要目的 就是要拿來看光的嘛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機子外光 透光的強度 透光的那個能力太強的話 你就需要 使用特別的材料 來去製作你的光照 你就需要用特別的材料 去製作你的光照 否則如果你的光照 擋不住這個光 這工作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之前才講到 如果是使用S-ray 那時候就想到用蓋 就是用人體的裡面的蓋 來擋住S-光 或者是用什麼呢 黃金 用黃金來當作光的組長層 造價就會比較昂貴 造價就會很昂貴 所以 越先進的製程的曝光技術 或者越微小 越精密尺寸的光照 越昂貴 通常一個機體電路 裡面曝光 要製作光照 大概有幾十道光照 需要做幾十道曝光 那每一道曝光都會使用UV嗎 不會 殺機不會用牛刀 只有在最小的尺寸 五花的時候 會使用最先進的智能接觸 而且它尺寸比較大的區域呢 就會使用 前面講的 可能使用I-line 可能使用什麼呢 一般的智能式技術 不需要行EV 或是用原來的水平燈 拱燈光譜就夠了 所以在整個半導體的 不過都在整個晶影電路設計當中 有兩個地方一定要 或是說這兩個地方是尺寸最關鍵的地方 通常會使用最好的曝光機的 一個就是什麼呢 電晶體的扎緊 因為我現在在講縮小尺寸 因為它是個關鍵尺寸 GAP的長度是一個關鍵尺寸 第二個是什麼呢 contact contact也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 通常會 通常整個 廣東製寸當中 最需要用到解析度最好的 就是GAP的compare 因為一個Postplay的圖案 大概是長這樣 畫簡單一點的話 傳統裡面是第一個 A-TW-Legion 主動區 旁邊就是絕緣的部分 所以 這四周的地方就是STI STI 就是挖下去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挖下去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只有中間這個地方 才是這個 這個就稱作為主動區 圓件的主動區 A-TW-Legion 中間這個叫做A-TW-Legion 然後Post要坐在上面 所以呢 最關鍵就是GAP GAP的長度很短 GAP的長度大約只有 只有10 我們之前講到 我們之前 差點各位看 期待你的長度是多少 還記得嗎 那時候不是有 還有 找論文給大家看 還記得嗎 是多少 大概十幾吧 看一下 記得嗎 看一下 好 7奈米的程度的長度大約只有16mm 7奈米大概只有14奈米的話大概20 所以能看到這個地方只有16個沒有m的左右 所以Gate的圖案 這個圖案 再來因為原件量越做越小 所以這裡也很小 那這個地方會很小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在半拿季的技術會使用這個spacer的技術 會使用到這個spacer的技術 所以最後能夠開compete的地方 compete的地方非常的長 能夠開compete的地方也非常的小 最後就是要平淡過來開compete 這個compete的護網這個尺寸也很小 而且間距也很小 間距也很小 所以整個皇冠步驟當中呢 最具有挑戰的就是gate的尺寸 跟compete的尺寸 通常這兩個會用到比較 就是會使用最厚的護網金屬 可是像這種aprogee這個尺寸更大 相較於整個來講這個是很大 在這個比較大的護網的時候 需要用到eub嗎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你會發現到 不是最先進的這個技術的 每一道都使用最先進的護網機 不用的太貴 所以基本上能用的尺寸大的就用舊的 尺寸小的才需要買eub 這個樣子 好 那這裡會告訴你說 吸收成是什麼材料啊 打扮成什麼材料啊 為什麼這些啊 就只看 耐乳壓印技術 耐乳壓印技術 它實際上就是像蓋印章 怎麼蓋印章呢 它先在表面塗抗石劑 然後呢 將你的印章 就是你的光照 叫做摩光照 就是你的圖案 在你的印章上面 然後壓在上石劑上面 壓在上面之後呢 然後加熱 加熱讓它怎樣呢 硬 變硬之後 形狀固定了 再把這個光照 或把這個模具 移開 移開後圖案 高高低低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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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轉到表面再說石刻 比如說像這樣 這是基板 這是你想要石刻的材料 上面先有個抗石劑在這邊 然後模具 壓下去 就好像做壽司一樣 一壓下去之後呢 突出來的地方 抗石劑就少了 凹進去的地方 抗石劑就變厚 因為它就 你就想它是一個 一開狀的農民 就像光柱一樣 硬化之後呢 壓下去之後就有不外 有高低低之後呢 接著就加熱 接著就是把它加熱 加熱就是這樣 抗石劑壓的硬化 就像光柱一樣 硬化之後呢 再把這個 魔光照移開 一開之後 突然就留下了 突然留下來之後 它去石刻 那厚的地方就留下來 那薄的地方 又被石刻掉了 就這樣 你就石刻下去 高潔心度 低成本 但是我沒有看過 有誰在用這個 所以 突然 特別上講的這個東西 我截至目前為止 也指紋七明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東西啊 是否真的存在 我也不曉得 畢竟 世界這麼大 搞不好真的有人在 這樣就很容易 這樣的缺點是什麼 你拿起來之後 可以確保你的印章上面 是乾淨的嗎 會不會沾到一些東西 如果有沾到 你就要拿去洗 洗完之後 我剛才講過 這是耐米 耐米尺寸嗎 那在最後的過程中 它是會很努力消耗掉 就好像印章蓋久了 那個土外就會越來越 因為你是有硬力去壓它嘛 它就會破壞 它就會損耗 所以土外也會很容易 所以你漸漸的就 好 再來就是 X光很早就好像提出來了 但是就是因為 Immersion 靜熱式激素的發明 所以使得乾出 X光的人全部都死 全部都要破長 那X光的話 這缺點是什麼呢 它的粒子氣很長 波長很短 所以幾乎沒有繞車效率 但確實它的穿透力太長 所以怎麼辦呢 要用厚厚的筋 才能夠擋給住X-Ray 然後使用筋 或者是蓋 這些東西 接著介紹電子素系統 我們前面講過 電子素支線系統 它 電子素的波長 取決於電子素的動量 代表什麼呢 你只要給電子的能量越高 給它定量越高 把它加速的越快 它的波動性的波長就會越短 它的景氣度就會越短 但缺點是什麼 它不是光 然後呢 因為一般光照下來 它可以鋪滿整片光照 變成整個光照到光照上面 透光下去 可是電子素 你要產生這麼大的電子素 哇 那已經變成一個武器了有沒有 變成電子 電子槍了 這太穩了 電子素呢 它是高等的 如果這麼高等的 還變成一個電子素的話 那就變成大家在 喜機搭上看到的那些 那些破壞性武器了 就直接打過去 人就會死掉 電子素呢 基本上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它波長很短 但是通常電子素 電子素的insize 就是電子光束 它的尺寸 把它視為是一種光源的話 它的insize很小 所以你就想像是一個很細的毛 在光照上面畫圖案 它可以做很小尺寸的東西 但是它很花時間 這我們之前講過 所以電子素是用來幹嘛呢 製作光照的時候用 因為大家有沒有講過 那光照的時候知道 光照上的圖案應該要是 應該是要最精準的嘛 光照上的圖案要最精準 所以光照上的圖案 開始我們製作了 就是使用電子素 用電子素去畫光照 幫光照上的光圖 曝完光 因為光照的製作是什麼 光照的載體是玻璃 好一點就是石英 石英玻璃 然後其中有一面 全部都是各金屬 或者是彈光的材料 然後呢 你接著要把它刻出圖案來 什麼刻出圖案來呢 一樣整個金屬 擋光材料上面 一樣折平光圖 折平完光圖之後呢 你用電子素直寫系統 把你要的圖案輸入到電腦裡面 電腦再根據你檔案上的圖案呢 用電子素去寫 用電子素去寫出你的圖案 也就是說用電子素來讓光圖曝光啊 讓電子素提供能量給光圖 讓它產生化學反應 然後呢 讓它可以被溶解在寫影裡面 所以電子素去寫 所以光照的製作呢 用電子素是最高級的 那刺激一點的是用什麼 用雷射去寫 用雷射去寫光照 那電子素是因為它的波長可以很小 那雷射總是有一個精靈的波長 看你怎麼設計 所以寫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去寫影 讓光照上的光圖圖案出來之後 然後再接著去適合 適合下面的金屬 像個金屬 或者是剛剛講的 所有打光材料的材料都會適合掉 接著再把光圖去除後 光照就完成 光照就完成了 所以會使用電子素去寫光照 那除了電子素當然 除了利用電子素之外 還可以使用什麼 離子素 離子素有件曝光 但是離子比電子還要重 還要大顆 但是離子素的優點是什麼呢 離子素的優點是 離子還可以做十顆用的 如果今天你的所謂的離子就是什麼 帶電離子 而它可以是個分子 也可以是個原子 看離子的分體是什麼 你可以讓分子變成離子 你可以讓原子變成離子 那如果是分子的話 它就很搭配 很搭配給它高的加速度的時候呢 它會長得轟起 所以離子素通常不會拿來用在 布光啊 通常是直接拿來幹嘛呢 轟起材料 直接用十顆 直接把它當十顆再用 好 直接這樣 當然那一天拿去 用在布光上也可以啦 但是有電子素 就不太需要用到離子素了 離子素也是可以做圍銀 但它的 基本上它的做法裡面 電數一樣是用寫的 用寫度的 那離子素真正的用途 是拿來當十顆用的 那整個圍銀的安全性的問題呢 基本上只要浪漫生室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化學容易 而在圍銀黃光市裡面 圍銀區裡面 最常看到的化學物是什麼 第一個 硫酸跟酸汗水 為什麼 硫酸跟酸汗水 是去除有機物的好東西 而什麼東西是有機物 光主就是有機物 所以硫酸加酸汗水 它可以去除什麼呢 它可以去除黃光區裡面的光蟲 所以你會在黃光區裡面看到 可能會看到它 可能會看到它 一般會把它真的放到黃光區 通常是放到外面 所以通常裡面不會放這樣 只會它通間很小 外面又已經很慢 所以一般不會放著 一般都會放有機物 包含什麼 二加熱 HMDS就是那個黏挫機 就是光主跟軍員中間的黏挫機 HMDS TNT 拱燈 所以都是有機物 跟什麼呢 跟你的光源 而光源其實講的只有水 水 水本身的蒸氣是有的 所以要小心 所以黃光區裡面的容量 主要是什麼 HMDS 拱燈 還有什麼呢 鎮光組 或輸光組 或者它的鞋影記 像二加熱這種東西 它的鞋影記也都是有機物 所以呢 基本上 文多的對生命如何 好 文多的是 有機物 名字文多的都不好 所以到黃光族事件的時候 有的 為了安全 你們會怎樣 會帶一個 那個 濾罐型的口罩 就是毒氣面具有沒有 就是有個濾罐 就是氣它吸不吸頭線 經過這個濾罐再呼吸進去 那還會有什麼呢 可能會有氯 有佛 哇這些 應該不太會在裡面 紫外線是有吧 再來就是曝光機的機械 還有水銀燈裡面 水銀燈這樣會激發光 會是高壓電 會有電力的危險 這些都是一些常惠的東西啊 其實水、氣、電 不知道該不會做 那這方結最後給了一個總結 所謂的光學回憶 是一種不外化的製程 那現在都是使用紫外光 就是拱光光 有紫外光 以及現在最新的就是七死外光 它是將光照上的圖案 等比例或者是縮小比例 縮小比例就是被錯光照 可能是5米1 4米1 10米1的尺寸 移轉到哪裡呢 將光照上的圖案 移轉到機緣表面上的光組 那正光組是灶到光會被溶解掉 副光組是灶到光 反而變得不可溶解 這我前面講過什麼 那正光組什麼叫副光組 那光組裡面組成就是有 有具有物的感光劑 永濟的添加技術組成 那整個圍影的製程過程 要進去之前要先清洗 避免有怕流 清洗完之後表面有水氣 要先烤乾 烤乾要上光組之前呢 為了增加附著力 上HMDS的提氣層 它是蒸氣型態 在烤箱裡面蒸氣的塗布上 蒸氣的Coding上停之後呢 接著光組進下去用旋轉的方式的塗布 叫SteamCoding 旋徒完之後呢 軟空卡 增加它的黏字形 增加它的黏字形 稍微布化 它可以增加它的速度力 稍微布化它 然後呢去對手布光 曝完光之後呢 如果你是化學正常清空組 曝完光之後還會再把它拷一下 讓它裡面發生化學反應更強烈一點 然後呢 接著是怎樣 接著去做 鞋影 鋪完光之後 去除光源EBR EBR EBR是在 鞋影的 在 那EBR在上面 就有 所以那邊 只要去除光學 並原消息 跟這東西 好 烘烤完之後 鋪完光之後 就鞋影 鞋影完之後呢 就拿去 硬烘烤 好 硬烘烤 硬烘烤完之後呢 做圖案檢測 好 那其實為了減少污染 好 好 浴烘烤是為了去除淑氣啊 好 這些都是基本上次都會有的 那光組的厚度跟均勻性 就跟你的轉速有關 我們其實被講過 光組它整個時候是兩階段轉速 第一階段比較慢 那它先均勻地分布 第二階段比較快 是用來控制後路 用來控制補過後路 好 大家還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看一下 那布光機又可以分接觸式的布光機 進階式布光機 跟頭影式布光機 還有布鏡機 而其中接觸式跟進階式的 就是圖案是1比1的 光照上的圖案 跟轉移到光柱上的圖案 是1比1的 而其中接觸式就代表什麼呢 光照跟光柱真的 輕到 那你就要定期的去洗光照 因為光照上面就會殘存光柱 那進階式就是 刻意隔個緊埋過密的 那好處就是它不會沾到光柱 但缺點是什麼 它跟光柱有個間隙 那就會有額外的 繞色效應 圖案會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這些東西是現在在用的 這兩個都是學校在用的 在業界都使用什麼 投影式布光機 它是非接觸式的 然後用很多的光學透 就把光去鎖下來 基本上使用的是被縮光照 然後既然被縮光照 一片晶圓上的圖案 它叫曝光的螺絲 就需要不經濟移動 移動你的晶圓 移動你的晶圓 把它移動你的晶圓 來把整片晶圓 曝光的晶圓上去 好 然後呢 光主可能會發生所謂的 主播效應 就是什麼 陸色光跟反色光 產生所謂的主播 這個主播效應要移除是怎樣呢 就是你顯影完之後 顯影完 曝光完 曝光完 曝光之後呢 一樣 讓它 在考的過程中 在增加化學反應的同時 你可以讓怎樣呢 曝光之後它可以再流動 因為原本是阿阿阿咕咕的嘛 一加熱之後呢 那幫主可能會再流動 就玩的比較銳利 好 就玩的比較銳利 融合的競爭是紀錄式的 跟Bowler Payton的系數 那同時呢 到新那裡之後呢 又開始有所謂的EUV 已經沒有這些了啦 就直接是EUV 這些nami躲來 直接把它吐掉 等到出現了再把它挖掉 好 現在沒有 現在只有EUV而已 現在就是EUV 最近的新聞 台積列一次俠南要的 20台EUV 每一台要1.5億美金 請問台積列要準備多少錢 如果是20台的話 就需要 30 31是多少代替 900 910 我賺一個月的曆席 我就爽了 一個月曆席 可以有 好 好 所以就知道了 要蓋金園廠 這個聲音 這個資金的門檻有多高 好 而你有錢 那還不能做得到 因為他既要花錢 又很需要很財 所以台灣現在 可以站在這麼前端 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大家要把它切離 切離下去 所以現在這個EUV 這個一賣就賣翻 好 以上是黃工的部分 好 好 很快 好